受封休闲农业区配合中央三级的防疫 从5月15号到现在 休馆并且大砍了上百个组的农业生态旅游体验团 休闲农业区的总干事表示 现阶段只能够配合中央防疫 也期盼疫情能够早日获得有效的控制 15家农场业者到现在 也只能够想尽办法地度过难关 而农业的纾困政策虽然杯水车薪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让疫情能够获得更好的控制 门窗紧闭大门深锁 已经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农事体验团前来体验 受封乡休闲农业园区在疫情爆发之前 已有上百组的体验团报名 不料疫情升温 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发布三级警戒后 上百组的体验团行程也全速取消 受封休闲农业园区总干事陈威良表示 面对眼前的损失 15家农场组没有抱怨 也就默默鼻子勒紧裤带 度过这一波疫情难关 五月份的爆发之后 大概现有的一百多团都已经退光了 那在这里休期的业者 大家因为都是以自产自销为主要的目标 那虽然在我们在不能做食用交易 跟一些农产品的销售上 受到很大的阻碍 那我们也积极的配合政府这个防疫政策 全部都停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 疫情过后 能够对休期这一部分的业者 能够有什么比较好的辅导方式啊 比如说纾困贷款啊 还有一些促销的政策 我们配合县政府啦 农委会 农会这边来积极来办理一些 相关的促销活动 寿丰休闲农业区经过多年的转型 透过多管道的行销 并且配合水保局进行多项的农事体验活动 好不容易打开了体验游城活动的知名度 却在这一波疫情海啸中消退在沙滩上 修区内的15个农场业者全力配合防疫 也都忍痛退订体验行程 只希望疫情能够获得控制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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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